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五 真的有一见钟情吗 假设你某天忽然时来运转 发现一位潜在的一中人 他或他正坐在楼梯上看书 或者站在博物馆里端详一幅名画 或者一脚跨上公共汽车 或者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前面排队 你悄悄地看了他或他一秒钟 那位陌生人身上的某种东西 触动了你体内的本以岸分泌系统 一阵本以岸的激流注入了你的血管 也许是因为他的美貌 也许是因为他的举止风度 也许是因为他的某件饰品 他或他好像照着一圈光环 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呢 真的有一见钟情这种事吗 呃 其实这是个语意学的问题 第一眼就迅速产生好感或情欲 这是绝对存在的 但是 科学世界却倾向于认为 一见钟情这种事常常只是事后诸葛亮 一桩成功的恋情及最终通向婚姻的那种 在当事人回忆的时候总是被甜蜜地称作一见钟情 但如果最初的激情遭到了对方的无情拒绝 当事人便会把这种激情看作是昏了头 从医学角度看人类性行为 先不管语意学 我们只探讨事实 任何微小的刺激都会导致爱情的发生 语意中人初次邂逅时 你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如果那件强力刺激事件以后 你们之间发生了爱情 那么你就完全有权利把它叫做一见钟情 没有人会否定你的说法 一见钟情的说法流传至今 因为它是人们关于浪漫爱情的众多流行信念之一 浪漫爱情是美国人的一种重要文化价值 就像只有相信巫毒教威力的人 才会被巫毒咒语杀死一样 一见钟情也只在相信它的人们心中存在 就像只有相信巫毒教威力的人 才会被巫毒咒语杀死一样 一见钟情也只在相信它的人们心中存在 一见钟情只在出狱时发生 一旦错过 永远错过 6.如何建立经验的第一印象 难忘的第一印象 一中人初次见到你的那个瞬间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你在对方眼中的印象 会透过他或他的眼睛 进入其大脑并留下永久的记忆 我的好朋友杰拉尔德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 在家乡的社交圈里 他是很受欢迎的一个红人 好几位老年女士都在多年前失去了丈夫 于是热情的杰拉尔德成了他们的护花使者 这几位女士都是杰拉尔德高中时代就认识的朋友 那时大约是1940年代后期 这些女士都具有优雅的心灵 但从外表来看 她们的身材明显发福 很早以前就失去了女性的身体魅力 一天 我在聚会上偶然听到一个无理的男人当众嘲笑杰拉尔德对女性的品味 杰拉尔德对着粗鲁的评论大惑不解 他们明明非常漂亮啊 杰拉尔德宣布 他打开钱包 拿出一张已经卷脚的黑白老照片 那是高中时代校友聚会中的几位美女和追求者们的合影 看见没 杰拉尔德对在座的男人们说道 照片上有三位女士 其中两位都是杰拉尔德目前心甘情愿护送的女伴 两位中的一位还是当时的笑话 直到今天 杰拉尔德都觉得那两位女士仍然像1948年时一样美丽 这就是第一印象的神奇力量 美国的许多公司每年都要支付数万美元给形象咨询师 只是为了听他们在高层会议上装模作样地说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给别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你只有一次机会 这句妙语其实是一句古老谚语第一印象最持久的升级版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东西吗 其实新东西就是即使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 我们仍然无法彻底理解第一印象的强大功能 以及第一印象的形成到底是由哪些微小的细节所决定的 绅士们 一只帽颜向后的棒球帽 或一根在你胸毛中闪烁的金项链 会在你和一位女士打招呼之前 就让你们的爱情产生或者结束 淑女们 当她斗胆说出你好时 如果你的目光飘向别处 就会把那个英俊的王子变成一只吓破胆的青蛙 预备 爱 时刻准备着 既然第一印象如此关键 一中人会在看到你的几秒钟之内 做出走货流的决定 那么就有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人们出门约会前总是花那么多时间打扮 但带宠物狗去看兽衣时却不修蝙蝠 当你有固定约会对象的时候 对方对你的第一印象已经相当固定 你在约会时的形象当然重要 但绝没有初次见面时那么关键 也许你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这却是事实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你也许已经错过了数十个亿中人 因为你没有将补兽家放好 你没有为自己的恋爱之旅做好准备 男猎手们 这意味着你们的衣着不适合恋爱 女猎手们 这意味着你们出门的时候打扮得不够仔细 研究结果显示 对男性来说 衣着打扮在第一印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女性来说 身材和容貌则是第一印象的关键 女猎手们 你也许会问 打扮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界的研究 研究人士让一些男士和六位女士一起聊天 这些女士有时化妆 有时不化妆 这个名叫口红在人们第一印象中的决定作用的研究课题表明 女性涂了口红以后 男性对她的看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淑女们 多少次你们素颜走在大街上 与英俊的陌生人擦肩而过 对方却对你视而不见 如果她是那种典型的容易被玫瑰色嘴唇和闪亮眼睛吸引的男性 你又能拿她怎么办呢 绅士们 多少次你们穿着邋遢的衣裤 在公交车上企图和一位优雅的女士搭讪 却遭到对方不客气的白眼 如果她是那种典型的容易被成功男士吸引的女性 你能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呢 技巧打扮妥当 随时等待爱情 男士们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穿上三件套西装去买报纸 女士们 这并不意味着你出门遛狗的时候需要涂上三层睫毛膏 它只是意味着 任何时候当你走出家门都要打扮妥当 随时准备猎捕你的恋人 强化理论会让我们对第一印象逐渐感到厌倦 假设你每天都打扮妥当 等待爱情 每天出门遛狗三四次 鲜艳的看起来简直要阻碍交通 但是 你却没有邂逅任何爱情 于是你说 你的方法不管用在为销售人员举办的座谈会上 我告诉与会者 一般说来 真正的买主常常在销售员打过五次电话以后才会出现 请耐心等待 难道你不能多留五次狗吗 等待你未来的恋人走过来问 这只狗狗真漂亮 它叫什么名字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在心理上也要时刻准备着 你不仅需要在身体上爱情做好准备 还要随时敞开心理的大门 准备迎接爱情的到来 无论何时何地 一中人未必只会在朋友聚会或单身俱乐部里出现 心地是一位漂亮的支架美容师 我的支架几年来一直由他帮忙护理 支架护理油里一定有某种药物 能让女人将手指交给美甲师的同时卸下心房 将人生故事向对方合盘托出 连续几个月 心地一直向我抱怨说 他的工作决定了生活中他只能遇到女性 一天黄昏 我和心地做了个时间较晚的预约 两人在六点钟见面 他告诉我 经过长达一天的修剪 打磨和喷烩 他下班以后根本没有力气再去单身俱乐部 大约在六点四十五分左右 心地背后的房门被人推开 我们听到一个低沉的男生 对不起 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但你们还做美甲吗 我抬起头 视线越过心地的肩膀 看到门口站着一位希腊男神 我以前不知道原来神仙们也需要修指甲 我大张的下巴还未收回 就听到心地头也不回地说 不做 我们十分钟以后就下班了 你觉得怎样呢 那个男人离开美甲店的时候 他盯着我手上的肉刺嘟弄道 他竟然以为在这个时间走进店门 还有人愿意给他美甲 然后 心地那双对豪华跑车 拥有敏锐辨别力的耳朵 听到窗外传来捷报汽车发动的声响 他跳起来隔窗看去 眼睁睁地看着那位美男子 驾着华丽的敞篷车 驶出了停车场 也驶出了他的生活 接下来 他不断地自我批评 责怪自己 没有将我时刻准备寻找爱情的建议当真 以致错过了这么好的候选人 销售界的顶级高手 永远不会停下自己观察市场的眼镜 无论是牙医诊所 复应店还是比萨丙屋 我有个卖保险的朋友 他在健身俱乐部的按摩浴缸里 遇到一个裸体男人 后来 此人从他那里购买了数千万美元的公司保险 就像一首老歌所唱的 你可能在一个舞美分杂或店里遇到一个百万富翁一中人 并只会在朋友聚会或单身俱乐部里出现 技巧心理上保持时刻准备爱的状态 狱猎高手在猎物现身之前就会将补兽加放好 渔夫在鱼群游过来之前就撒下了渔网 如果你每天一起床就将心理调整到时刻准备爱的状态 那么下一个猎物就难逃你的情网 现在你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已经做好了恋爱的准备 下一个问题是 如何让一中人一见到我就心乱如麻 让我们从引发一见钟情的最有用工具开始 这个工具就在你鼻子的上方 很多人都发誓说 我看着一中人的双眼 立刻就堕入了情网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